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房以外另外一现象就是大家就开始把钱没有留到外面去 谈着房地产趋势他是台湾搜房网负责人杨建杰 没想到他竟涉嫌利用投资欧洲房地产吸金12亿被检调搜索约谈 杨建杰过去曾接受媒体报道被誉为房屋网大亨 他的妈妈也是房仲没想到竟涉入吸金案 检调掌握台湾搜房定期在北中南各地举办投资房地产说明会 投资的物件主要在英国利物浦 伦敦 曼彻斯特等地 他们对外宣称每个单位投资9万英镑 三年内每年可获8%利息 最后还保证买回物件 吸引不少民众投资涉嫌吸金12亿 苹果搜寻果然发现台湾搜房网站网路发布说明会讯息 脸书上也有物件说明强调有9%报酬率 一名曾参加说明会的K小姐 也向苹果透露 该公司多推销英国二三线城市的酒店式公寓 房价低廉 一件只要200万到300万台币就可轻松入主 物件还可在当地收取租金 甚至打出投资期满 会由当地房产公司原价买回 保证获利的说辞令人起疑 检调20日 局会调查去北极站 搜索台湾搜房公司等8处 并约谈负责人杨建杰等7名被告 悬安潮违反银行法诈欺最嫌正办 东新闻台北报导